糖尿病人阳了,如果血糖暴升,该怎么办呢?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叔 最近这个疫情在国内发展很快 有不少糖友在网上说自己阳性了 然后血糖一直很高,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也有求助于医生 医生的说法是,可能是这个病毒刺激了免疫系统 所以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血糖不断的升高 医生给出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别的 就是不断的打胰岛素,直到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为止 结果就是打了很多的胰岛素 血糖超高的话呢,的确很危险 因为高到一定的程度就容易引发这个酮症酸中毒 这里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小知识 酮症酸中毒呢,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 它一定是伴随着高血糖的情况下 才会发生所谓的酮症酸中毒 所以呢,在进行低碳饮食的时候 你其实不用担心酮症酸中毒的问题 因为低碳饮食恰恰是会把你的血糖降下来 你的血糖一般呢,比较平稳,也比较低 那么再回到这个问题 糖尿病人痒了,如果血糖暴升,该怎么办呢 首先当然要尽一切办法,先把血糖降下来 我呢,过去三年从来没有痒过 虽然加拿大有70%的人都感染了病毒 但是呢,我真的没有痒过 我觉得这跟定期的服用 就是每天都服用维生素C,维生素D,还有芯片 这个提升了人体的免疫力 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还可以服用胡皮素,还有这个蜂胶之类的 虽然我没有痒过 但是我去年夏天打疫苗的时候 正好佩戴了动态血糖仪 当时的我这个血糖变化 可能呢,跟这个有点类似 因为疫苗的作用和病毒其实有点类似 它也是要刺激免疫系统 要产生相应的抗体 我去年的7月份打了第二针辉瑞疫苗 正好我的这个动态血糖仪呢 记录了当时血糖的变化 头一天打的疫苗,血糖没有什么异常 第二天的时候 血糖呢,突然飙升 它超过了10,它都到了10点几 我的饮食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 仍然是低碳水饮食 但是呢,这个血糖就突然的飙高了 然后过了没有多长时间 也就一个小时左右 一两个小时的话呢 它又突然降到了3.8 这个就是可能身体在产生抗体的时候 要消耗大量的热量 所以呢,它可能先要刺激我们的身体 先把这个热量,能量释放出来 这就是身体可能把储藏在各个部分的血糖 把它释放出来 因为在我们身体里面呢,70%的糖分 并不是在血糖里面 也就是说不是在血液的葡萄糖里面 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和肌肉中 是以糖原的形式存在的 所以呢,即使你什么也没有吃 或者说你吃的是低碳水食物 你身体里面仍然有大量的葡萄糖 是可以备用的 当这个糖分从肝脏和肌肉里面 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的血糖飙高 也就是正常的了 刚好呢,那天我是带着儿子去爬山 所以的话呢,就有一个运动量 然后这个血糖又下来的也很快 所以我想如果是糖人 你养了之后 如果血糖比较高 你一方面的话呢 是虽然寻求医生和药物的帮助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你采取运动的方式 可能也能帮助把血糖降下来 再就是不要再采取高碳水饮食了 米面糖吃得多 你的血糖岂不是更高了吗 所以呢,你养了之后 尽快的采用低碳水饮食 也应该是有帮助的 同时呢,我觉得仍然可以服用 大剂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D和芯片 包括胡皮素 有条件的话呢 你也可以弄一些巴西风胶 这样的话呢 提升你的免疫力 也可以减轻你的喉咙里边的不适感 对糖友来说 感染新冠的话呢 其实风险的确是更高的 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 这个糖尿病人的死亡风险 比普通人的话要高八倍之多 所以呢,建议大家 还真的是要在饮食上 和这个平时提升免疫力方面 多多注意 不要再吃高碳水食物了 高血糖环境本来就容易让你的抵抗力下降 而且呢,会更容易让病毒在体内繁殖 很多人的话呢 也因为外面疫情严重 不敢出门进行往常的运动 这样的话呢 也不容易让他们的高血糖受到控制 其实呢,在采取低碳水饮食的情况下 这些顾虑就不存在了 因为低碳水饮食不会让你的血糖升上去的 这就是我对糖人扬了之后的一点看法 希望对您有所参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千万大叔随行所欲 轻松控堂